面对交通拥堵的无奈 你是否曾幻想过摆脱地面束缚 像鸟儿一样自由翱翔 现在这个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就在你被堵在车阵中的时候 一辆来自中国的创新飞行器 可能正以130公里的时速从你头顶呼啸而过 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项技术并非遥不可及 而是已经走出实验室 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你是否听说过能搭载整架飞机的陆地航母 或者已经安全载客飞行超过4万次的 无人驾驶空中出租车 这仅仅是个开端 还有能够让你化身限时版钢铁侠 以85公里时速飞行的喷气式套装 甚至还有能够跨越海洋的飞行冲浪板 以及时速高达300公里的空中竞速 如同天空中的F1方程式赛车般机动人心 你准备好迎接这个全新的时代了吗 这些曾经被认为是科幻小说的情节 如今已不再是未来的猜想 各种各样的飞行器已经问世 并开始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 这是前所未有的变革 今天我们将带你了解 目前最令人瞩目的10种飞行交通工具 它们一定会让你大开眼界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 你正驾驶着一辆普通的箱式货车 突然你决定换一种出行方式 打开后备箱 一辆轻巧的飞行汽车从中缓缓驶出 然后腾空而起 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 但中国的Shakespan公司 已经通过其Land Carrier陆地航母 实现了这一设想 这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 而是Shakespan正在量产的真实产品 这个巧妙的设计理念 足以让你感到震撼 Land Carrier本质上是一艘陆地上的航空母舰 从外观上看 它像一辆充满未来感的大型电动面包车 但其内部却巧妙地隐藏着一辆 可容纳两人的完整飞行汽车 它的运作方式非常直观 你像驾驶普通的电动面包车一样 在道路上行驶 当需要飞行时 只需停下车辆 按下一个按钮 神奇的一幕就会发生 面包车的后备箱自动开启 一个平台将内部的飞行汽车分离出来 随后飞行汽车的悬翼展开 在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内 便准备就绪 可以垂直起飞 这架飞行汽车名为Apto Plaza 是一款配备八个悬翼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它在空中的最高速度可达每小时130公里 一次充电的续航时间约为35分钟 相当于50到70公里的空中航程 这足以让你轻松避开拥堵的地面交通 快速穿越城市 或者抵达那些没有道路连接的偏远地区 完成飞行后 飞行汽车会精准的降落回面包车内自动收起 然后你就可以继续像普通车辆一样驾驶 这是一种完美的多元化交通解决方案 既能满足陆地出行需求 又能随时切换到空中模式 应对不同场景 更令人称赞的是 这项创新 无需任何特殊的地面基础设施 不需要机场直升机瓶或空中充电站 陆地运输车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基地 它不仅能够运输飞行汽车 还在行驶过程中为其电池充电 并充当一个移动的机库 据ASAP公司宣布 Land Carrier将于2024年在中国开始交付 预计售价约为200万日元 折合人民币约28万元 虽然价格不菲 但你购买的是两辆功能不同的交通工具 一辆豪华的电动箱式车 和一辆便捷的个人飞行汽车 但是陆地航母的概念就足以令人称奇 但如果连驾驶都不需要呢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全自动的飞行出租车 忘掉传统的网约车和出租车吧 中国的汉公司创造了一种将彻底颠覆成 试出行方式的工具 一款全自动的飞行出租车 并且已经完成了超过4万次的载客飞行 Young 216的外观像一架巨大的无人机 因为它本质上就是如此 流线型的机舱内设有两个舒适的座位 周围分布着16个电动悬翼 无需任何飞行员操作 你只需进入机舱 坐下系好安全带 然后在触摸屏上选择目的地 之后便可以放松身心 享受这段独特的旅程 人工制 能系统全面掌控飞行过程 实现垂直起飞 在城市上空平稳飞行 智能避开各种障碍物 并在目的地安全降落 它的最高时速可达130公里 巡航高度约为地面以上300米 每次充电的续航里程约为40公里 足以应对大多数都市的交通拥堵 无需中途降落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伊汉216已经在中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投入商业运营 并且正在美国进行测试 它已经完成了超过4万次的载客飞行 这并非仅仅是原型机 而是正在实际运行的 城市空中交通解决方案 其安全系统也经过精心设计 具有多重冗余 即使一个悬翼发生故障 其余15个悬翼也会自动进行补偿 如果电池电量耗尽 还配备有应急降落伞 万一通信中断 飞行器会自动降落在最近的安全区域 A罕公司计划到2026年 在20个城市推出空中出租车网络 预计的行程价格 约为普通网约车的3到4倍 试想一下 花费100雷亚尔约合581台币 来避免两个小时的交通拥堵 并在10分钟内到达目的地 相信很多人会愿意为此买单 自动驾驶飞行出租车 已经不再是科幻小说中的幻想 而中国的Xbank公司 则更进一步创造了一款 双座的飞行运动工具 小鹏公司展现了 超越制造飞行汽车的雄心壮志 他们精心打造了创新产品X2 这是一款引人注目的双座个人飞行器 旨在让用户提前体验 未来飞行员的刺激与梦想 相较于一汉的同类产品 小鹏X2在设计上更为紧凑和灵动 其外观线条充满动感 极具吸引力 座舱采用轻量化高强度的碳纤维材料 内部配置了两个极具未来感的 战斗机风格驾驶舱座椅 以及一个科技感十足的数字化控制面板 营造出浓厚的科幻氛围 X2搭载了八个高效电动悬翼 以独特的X型布局排列 这些悬翼能够协同工作 产生强大的上升推力 足以将包括成员在内的560公斤 总重量轻松提升至1000米的巡航高度 在速度方面 X2的最高时速同样令人满意 可达到每小时130公里 而其一次充电后的续航时间大约为45分 终足以满足城市通勤和短途飞行的需求 X2的驾驶体验 无疑是令人心潮澎湃 充满未来感的 它无需传统跑道 即可实现垂直起飞和降落Veto 极大的拓展了其应用场景和便利性 强大的电动机能够提供迅捷而平顺的加速性能 使飞行员能够充分感受到推背感 更令人兴奋的是 X2还具备出色的机动性 可以进行360度自由旋转 甚至能够像灵巧的蜂鸟一样 精确的在空中悬停 为驾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操控乐趣 这种在纯粹三维空间内自由翱翔的体验 无疑将激发人们强烈的探索欲望 和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 为了进一步提升安全性 小鹏还在X2上配备了先进的飞行控制系统 和多重冗余设计 确保在各种飞行条件下 都能提供稳定可靠的性能 此外 人性化的操作界面也降低了驾驶门槛 让更多人有机会体验未来飞行的魅力 拥有自己的飞行器固然是梦想 但如果能够穿上飞行服 像钢铁侠一样自由飞翔呢 想象一下 某天早晨醒来 穿上一件特殊的飞行服 然后从自家屋顶一跃而起 像钢铁侠那样翱翔天际 这已经不再是科幻电影的情节 得益于英国Gravity Industries公司 令人惊叹的jet suit喷气式套装 这个梦想已经触手可及 这家英国公司成功研发出了 世界上第一套真正可用的飞行服 将像钢铁侠一样 飞行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该公司的创始人 理查德·布朗宁 开发了这款令人惊叹的设备 他利用五个小型喷气发动机 每只手臂上安装两个 背部安装一个总功率超过1000马力 这套飞行服可以达到 每小时85公里的速度 并能攀升至3600米的高度 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它的灵活性 飞行员只需移动手臂 即可控制方向和速度 创造了一种完全直观的飞行体验 仿佛手臂变成了翅膀 虽然操作需要专门的培训 且价格高达44万美元 但人们已经开始探索 其在紧急救援 工业检查和娱乐等领域的实际应用 JetSuit是个人飞行普及化的重要一步 它证明了 曾经只存在于漫画和电影中的技术 现在已经可以穿在身上 穿着飞行服飞行 已经足够令人兴奋了 但如果你能在海面上 骑着飞行冲浪板飞驰呢 你是否曾幻想过无需借助飞机 就能在广阔的海洋上自由飞翔 一位法国发明家 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梦想 变成了现实 他创造了Zapata Racing公司 革命性的Flyboard Air空中飞行版 这款设备利用高功率的涡轮喷射动力 让任何人都能在水面 或陆地上空自由飞翔 这款由弗兰克扎帕塔设计的飞行 滑板采用涡轮喷射技术 能够产生高达140公斤的推力 飞行高度可达150米 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200公里 其续航时间约为10分钟 足以完成一次令人叹为观止的飞行表演 Flyboard Air的独特之处 在于其内置的陀螺仪稳定系统 该系统能够自动保持飞行员的平衡 与其他个人飞行设备相比 大大降低了学习的难度 通过一个小型遥控器 飞行员可以自由控制飞行的方向 Air的独特之处 在于其陀螺稳定系统 能够自动保持飞行员平衡 与其他个人飞行装置相比 显著缩短了学习曲线 通过细微的身体动作和手持遥控器 即可轻松操控 站立式飞行固然刺激 但如果能够像背一个背包一样 背着自己的直升机飞行呢 澳大利亚的天才们创造了Copter Pack 其成果令人惊叹 这项澳大利亚的创新 彻底改变了个人空中交通的方式 其设计既时尚又实用 这款由Copter Pack的公司开发的设备 采用两个同轴悬翼 安装在一个轻质框架上 可以像背包一样背在身上 它的重量仅为42公斤 却能够承载高达120公斤的有效载贺 包括飞行员 飞行高度可达1000米 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70公里 Copter Pack的卓越之处 在于其操作的简便性 由于它被归类为超轻型飞行器 在许多国家无需飞行员执照 即可合法驾驶 其直观的控制系统 使得几乎任何人 都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学会操作 使用现有电池 其飞行续航时间约为30分钟 它的实际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从山区救援到基础设施检查 再到偏远地区的紧急医疗服务 其紧凑的设计时期 可以方便的存放在家中的车库里 使得个人飞行成为 普通民众触手可及的现实 特斯拉公司彻底改变了电动汽车行业 但如果告诉你 在飞行汽车领域也有一家特斯拉呢 准备好认识一下 令人惊叹的Jetson One个人飞行器吧 这家瑞典公司开发出了 他们自己认为是 个人飞行器领域的特斯拉 这款单座飞行器重量仅为86公斤 使用8个电动机提供动力 飞行员只需通过直观的操纵感指示 所需的飞行方向 系统就会自动处理其余的操作 它的操作真的就像玩电子游戏一样简单 其售价为9.2万美元 相较于其他同类产品 更具价格优势 该公司已经收到了超过5000份预购订单 这充分证明市场已经准备好 迎接这项技术 其巧妙的设计允许在后院等开放空间进行操作 使得娱乐飞行成为日常的家庭活动 未来已经悄然降临到你的车库 啊 电动飞行汽车早已不再是科幻小说中的幻想 而星球大战的粉丝们 对于接下来要介绍的产品 一定会感到无比激动 星球大战的粉丝们 一直梦想着卢克天行者的飞行摩托车 但俄罗斯的工程师们超越了梦想 创造出了更令人惊叹的产品 令人印象深刻的Hover Surf Hover Bike 3 这款飞行摩托车巧妙的将传统摩托车的刺激感 与三维飞行的自由度结合在一起 Hover Bike S3使用四个碳纤维悬液 产生足够的生力 可以将120公斤的重量提升至16米的高空 并保持每小时60公里的巡航速度 其独特的设计 使其既可以自由飞行 也可以贴地行驶 S3配备了先进的安全系统 包括自动应急降落伞和多重防撞传感器 其碳纤维结构 使其重量极轻且坚固耐用 而电动推进系统则保证了运行的静音和环保 最有趣的是它的多功能性 它可以作为警用巡逻车 快速响应的空中救护车 或者仅仅是追求刺激的爱好者的玩具 俄罗斯已经开始测试 其在军事和公共安全领域的应用 预示着未来飞行摩托 可能会像现在的汽车一样普及 飞行摩托固然令人兴奋 但准备好迎接时速高达300公里的空中竞速吧 忘掉陆地上的F1赛车吧 因为赛车的未来真的在我们的头顶上飞翔 Airspeeder MK3正在创造你无法想象的 最激动人心的运动 这款飞行器标志着空中赛车 作为下一个全球性大型体育赛事的诞生 MK3由澳大利亚的Aloda Aeronautics公司开发 专门为高速空中竞速比赛设计 其最高时速可达300公里 能够完成传统飞机无法实现的特技动作 开创了一个革命性的全新体育项目 其EVO技术可以实现垂直起降 同时保持军用战斗机的敏捷性 巴旋翼分布式推进系统 确保了完全的安全冗余 而人工智能则可以在比赛中自动避免碰撞 真正令人震撼的是 首届官方Airspeeder赛事 将在一个挑战重力的三维空中赛道上进行 甚至一些一级方程式和摩托车大奖赛的专业车手 也正在为这些有望成为有史以来 最激动人心的赛事进行训练 想象一下拥有属于你自己的私人飞行器 它的操控界面却如同日常驾驶的汽车般直观易懂 这会是怎样一种令人兴奋的体验 Pivotal Helix正致力于将这个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 逐步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并且有望从根本上革新休闲航空领域 乃至更广阔的个人出行方式 这款由美国创新公司打造的超轻型飞行器 堪称个人飞行领域的一次划时代进化 其极致轻量化的设计 总重量仅为惊人的115公斤 这一指标严格符合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 对超轻型飞机的规定 这意味着在美国境内 驾驶者无需持有传统的飞行执照 即可合法进行飞行 极大的降低了个人飞行的门槛 在技术层面 Helix巧妙的融合了固定翼飞机的稳定性 和电动推进系统的环保高效性 其搭载的高性能电池组 能够支持长达20分钟的空中飞行 足以满足短途通勤和休闲观光的需求 巡航速度可达到令人满意的每小时100公里 而其有效操作范围则扩展至32公里 为用户提供了相当灵活的活动空间 然而Pivotal Helix真正的创新之处 在于其高度智能化的完全自动化控制系统 相较于传统飞机复杂的操控流程 Helix的操作极为简便 即使是没有任何飞行经验的新手 在经过不到一小时的简单培训后 也能轻松掌握基本的操作要领 这得益于其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 该系统能够实时精准的处理 包括飞行姿态稳定 自主导航以及在紧急情况下的自动 安全着陆等一系列复杂的飞行任务 极大的提升了飞行的安全性和易用性 在市场定位方面 19万美元的售价时期 在高端个人交通工具市场中 显得极具竞争力 堪称目前市面上最具经济性的 个人飞行汽车之一 其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 更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 和探索世界的视角 令人瞩目的是 目前Helix的预购量已经突破2000台 这充分体现了市场 对于个人飞行解决方案的巨大需求 和对Pivotal Helix创新理念的认可 为了更好的服务未来的用户群体 该公司还计划在主要的城市中心区域 建立完善的飞行站网络 旨在打造首个真正面向 普通消费者的城市 空中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系统 为未来的城市出行 提供一种全新的高效的解决方案 正如我们所见 正的未来的交通运输 已经不再仅仅是科幻小说中的美好畅想 而是正在我们眼前发生的深刻变革 从那些能够赋予我们 如同超级英雄般飞行能力的 个人飞行套装 到那些有望彻底颠覆 传统商业旅行模式的先进飞行器 我们正身处于人类交通运输 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时代浪潮之中 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创新交通工具 你又有哪些独特的看法呢 在众多令人神往的未来出行方式中 你最渴望体验哪一种呢 是像钢铁侠那样自由翱翔的个人飞行战机 还是如同星球大战中那样 充满未来感的飞行摩托 又或是能够便捷地降落在 你家后院的私人飞行器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宝贵意见 并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将持续为你带来更多 关于未来尖端科技的前沿资讯和深度解析